我是Cindy,欢迎大家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从本次课开始呢,我们将介绍Java的网络应用编程 大家都知道,网络呢,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工作还是游戏,还是购物等等 网络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 那么,网络编程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用Java又是如何实现网络编程的呢? 其实所谓的网络编程,就是充分利用网络的这种互通信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可以连接上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 各个计算机之间只要是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彼此通信 那么,所谓的网络编程呢,就是利用程序来编写 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通信的这样一些应用的程序 像我们的很多游戏啊,电子商网站等等 都是利用这种网络的特性实现了这种通信机制 那么Java到底是如何应用网络来进行编程的呢? 好,我们这个地方呢,整个第十节 我们都会用一个小小的程序就是聊天,网上聊天 类似于QQ这种哈,或者是YY这种聊天应用程序呢 来介绍Java是如何实现网络编程的 也就是说,整个第十节所有的课程 我们都是来编写,用Java来编写一个网络聊天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网络聊天的程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方式呢? 首先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有一台服务器的存在 那服务器呢,连接各个客户端 也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客户端 那么每一个客户端呢,首先要连接到服务器 然后呢,建立到连接到服务器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另外的客户也连接上来 那么一个客户就可以对另外一个客户来发送信息 同时也可以接收到另外一个客户的信息 当然,客户与客户之间的信息的传递 肯定是要通过服务器来实现中转的 好的,这个就是整个聊天应用程序的一个工作方式 那大家都记清楚了吗? 就像QQ一样,我们会有一个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呢,实际上就已经跟服务器建立了连接 建立连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用户 同时连接上这台服务器的其他的用户之间 来进行一个聊天 我们这次课呢,只是针对于第十节整个Java网络应用编程的一个概述 就是我们要实现一个聊天应用程序 同学们呢,下来可以思考一下 或者去翻阅一些资料 来进行一些技术的积累 那么从下次课开始,我们将正式进入网络聊天应用程序的编程实现 在这个实现过程中呢,同时来介绍一些新的知识 好,我们下次课再见